今天十大新闻 美国哥伦比亚电视台的首席海外特派员罗根 书号传出 他十一号在埃及报道穆巴拉克下台的新闻时 在解放广场上被暴民残暴的殴打和性侵 罗根目前是今返回美国在医院治疗 这就是CBS海外首席特派员罗根 根据CBS的报道 罗根十一号在开罗报道时被暴民包围后 受到残暴而持久的性侵和殴打 这是埃及总统穆巴拉克11号下台当天的场景 当时解放广场上一片混乱 罗根就是在此时被大约200名暴民冲散后惨遭不幸 最后是一群埃及妇女和20名埃及士兵 把他从暴民手中救出 他也在隔天立刻返回美国治疗 现年39岁的罗根是资深战地记者 事实上罗根这次在埃及的报道多灾多难 他在2月3号就曾被埃及军队逮捕和逼供 最后还被驱逐出境 但他当时回到美国后竟表示还要再去埃及 罗根过去几年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当驻地记者 当时就有人问他为何总是要去占地采访 身为两个小孩的母亲 罗根坦诚要离开自己的小孩真的很难 但为了报道真相 他却依然选择站在战场的第一线 也成了埃及暴动的受害者 中天新闻 后来主报道